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照着我最心仪的女子的形象来勾勒的 我喜欢会心来直清淡却懂情趣 知书达理体贴细心又随和的女子 我自己幸运的是从小到大 几乎人见人爱有人缘不缺爱 因此心性少有阴暗面爱香水人儿 能共鸣感应香水哲学 笔下也就塑造了秦秦这样的一个香水可人儿 她的闺蜜使党钱盈安爱她的情趣 盈安原本是那种有钱也不知道如何享受的无趣分子 秦秦则是不用大钱不省小钱的情趣女子 她讲情调重情趣 盈安和她思问的时候 不管是陪她逛街买食心 还是午后香女来者 睡前葡萄美酒月光杯 清晨小座后花言 看着她这个美好脱俗的可人儿 听着她如诗的谈吐 真觉得这才是天上人间最美的时光 她太享受和秦秦在一起时 那舒服而美好的感觉了 秦秦对杜萱来说 又是怎样的魅力无边的呢 和秦秦在一起的时候 只知道她学是文笔家 个性温柔 仁儿嗅觉 意态风流 情趣盎然 没想到分别这近十年 从她的脸书记录 更有飞碳无尽的宝杂 文思敏锐倒也罢了 各种见解 竟然如此的瑞士聪慧 什么寻常的事 到了她面前 都是妙趣横生幽默欢解 而最令人敬佩的是 各种教育的妙方 可亲又有效益 教人 教心于无形 非但大儿子 以援君 钟灵东西 不偏不倚 智能过人 从小教导 小儿子少寒 更是化教于暗 化暗于熏 润心 细无身体 调教成 非凡的年轻儿 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 可爱 可心的女人 刚说 情情有些事情 非但不行 还短路 可是她实在太会 处世待人了 尤其是太会 教育别人 她也很会试人 更善于夸赞别人 有些人的真正优点 别人看不见 就只有她看得见 一夸起人来 总是让被夸赞者 找到自己最深层的价值 让人感动得不得了 她天生就是做教育的 许多慧根事业 无人能及 由此看来 秦晴慈善 温柔 懂得 善待人的个性 是让人 薄膜的 沐浴春风 她的前夫 李洛 也指出了 秦晴最令人感动的是 体贴 包容 与厚道 你知道秦晴更让我 感佩万分的是 我对她这么坏 不要说她的家人不知道 连她的死党闺蜜 都不知道 她是怎样的包容我 为我及她儿子的爸爸 顾全面子的 最后为了让李洛没有遗憾 承认对李洛有爱 说出了 因为有爱 才会让她成为 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而最后更说出 李洛 谢谢你 这些年 有杜萱在心里 有你在身边 我真的很快乐 很知足 这样不后悔 嫁给她的最终任地 太难得了 现在我们来为 这么迷人的秦晴 做个结论 这是多么善解人意 多么愿意 谅解人的好心性 所以秦晴的甜美 是形象外表的吸引 而心思的美好 才更是人人爱男神的根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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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